诸位传统化的同道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是兔年 奎卯年 大家第一次上课 我们是学习研讨 所以在第一次上课 我想我们应该反思过去 展望未来 像佛陀在除戏业 带着众弟子 他反思过去的一年 自己身口意 有没有什么过失 有没有他人 因为自己而生烦恼 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 他的身教在带动我们 反省 反省是非常重要的修行功夫 了凡先生为什么可以改变命运 因为云古禅师问他 你自己想想你应该考得上功名 应该有指示吗 有后代吗 结果他追醒良久 那个追醒就是有很深的反思 他反省到了 他开始改正了 所以他的命运也变了 就像我们在新年当中 都会祝福 岁岁平安 年年如意 但是师长老人家 他就抓住 这个过年期间 大家互相祝福 把很重要的因果教育 提醒到我们 诸恶莫作 岁岁平安 众善奉行 年年如意 人都求一个好的果报 但是世间所有的事 没有离开两个字 就是因果 我们学圣教 身性因果 不然求一个好的结果 就变做白日梦了 没有众因 不可能得果 那我们今天两个重点 我们来研讨一下 反思虎年 迎向兔年 我们这个反思跟 迎接 这个 迈向兔年 我们可以用 论语的句子来 思维 或者 以你自己的 正思维就可以了 这个不能出太难的题目 到时候没人愿意发言 我们这两个部分 因为新年新希望 好的开始 成功的一半 昨天是立春 今天是元宵节 跟大家拜年 还没有太晚 祝大家 和家平安 事业顺利圆满 尤其这个元宵 是圆满的意思 我们这一生 怎么圆满 家人 这一世相遇 怎么圆满 这个都是我们元宵节 值得 思考的问题 思考清楚了 我们就往圆满的 目标啊 步步啊 都很清楚 步步都很踏实 不能稀里糊涂的 到底做得对不对啊 这话讲得对不对啊 学传统话 当个明白人 我们做一切事 都有经教 来指导 我们随顺圣贤 佛菩萨教诲 不随顺自己 烦恼习气 随顺圣贤 佛菩萨教诲 我们的 离西方极乐世界 离尘圣尘险 就进了一步了 好 看 有没有 这个同道 要就这两个 部分 跟大家交流的 当然我可以先举个例子 哦 我可以说 父母为其 极之忧啊 父母会担忧 我们的 身体 生病了 就让父母担忧了 所以这是我最需要注意的部分 我假如 还是这么瘦 每一次打电话 妈妈一看到了 可能又会担心了 很惭愧啊 这个要反省了 那 包含我们从事教学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他论语提醒我们 物欲数啊 物见小利啊 欲数则不达 所以教育孩子 教育学生呢 这个集不来 一集啊 自己就 耐性不足 就容易讲话快了 或者容易啊 发火了 那物见小利啊 不能见眼前利啊 想要 教育很快达到效果 那很可能呢 亚苗助长了 刚刚 有一对夫妻 刚好 跟陈德还一起吃饭 他就有提到了 我的孩子 八九岁啊 开始学传统文化 后来 到了十二岁啊 他不愿意学了 那 他就有提到了 说孩子觉得 这老师讲的东西啊 好像跟他现在都没关系 好像都用不上 那很可能呢 我们 很急于啊 但还是懂很多 我们觉得重要的道理 但是并没有 去观察 他的眼神 到底吸收了没有 为什么我们 很习惯 用灌输式的 这里面也有急于 达到效果 但 古圣先贤教我们的 不是灌输的方法 导额扶签 引导 不是硬拉着 他鼻子走 抢额扶义 抢是鼓励他 不去 批评 这个批评 否定他 开额扶达 开始启发他 不是 一直灌输 一直灌输 话都讲得太多了 讲静了 没有让他一些体会 思考的空间 尤其那个年龄 青少年 跟他五六岁七八岁 缘一样吗 所以佛门有一句话叫 法无定法 我们的孩子 随着年龄的成长 他的状态都不一样 七八岁跟十二三岁 你用的方法都一样 那是变成当父母的人 执着了 没有能够随缘就方 随着孩子的心理状态 在方式方法当中 很自然的 做一些调整 知其心 这个礼记学记还是很重要 你要知其心 然后才能救其师 然后才能掌其善 他可愧的心境 我们感受到没有 他偏颇的心态 我们感受到没有 才能应激 去护念他 所以我们的心要更敏锐 更柔软 去体会孩子的状态 所以欲数则不达 见小利大事不成 不要压描助长 不要孩子之间去攀比 要达到效果 好像自己做得很不错 这些心态都不是很躲当 所以论语这些句子 也很值得自己 针对自己的教学来反思 那展望未来 我想到一句 德之不修 学之不讲 文艺不能洗 不善不能改 事无忧也 在这几方面 自己的要带头 德行要有所提升 学问要更讲究 更能深入精湛 文艺 意识应该做的 刚刚见到一个年轻人 二十五岁 越南华侨 英文讲得很不错 也会讲越南文 他说发心要学传统文化 那他两种语言都挺好的 又肯弘扬文化 那被我们碰上了 那文艺要洗 面对这些在西方社会成长的孩子 他又认同传统文化 但是他又在西方社会成长 对西方社会 价值观 所用的 语言 浅词用具 他们都是很熟悉的 他们学好了 可以透过他们 向西方社会 弘扬 老祖宗五千年的文明智慧 而且老祖宗的智慧本身 他的特色就是 兼容并序 相辅相成 他的包容性 只会让接触他的其他文明 互相提升起来 很明显的 佛法传到中国来 比在印度还要兴盛 这是中华文明的特色 可能隔一段时间 我们欧美 澳洲 这些十几岁 二十几岁 想弘扬传统文化 中文又不是很好 我们就可以一起聚会 找人翻译 就可以交流了 文艺要洗 不善不能改 我这个要很检讨的 第一 一定要十点到十点半睡觉 今年这一点没做好不行 这个是不善 常常超过十一点睡觉 对身体有损 尤其对不起 照顾我的这些医生团队 他们花了那么多心血 拿那么多好的药啊 这些给我调理 所以 这都是今年要 用心的地方 要改过的地方 好 我们有同仁举手了 我们先有请张海燕 张老师 尊敬的陈德老师 尊敬的 为我们服务的大众们 同修们 诸位大德们 大家上午好 晚上好 中午好 莫学张海燕 当仁不让于是 这个是论语的话 对 不能放过 更加就是不想辜负 听老师的课 让老师转一下 心里 对我们的期望 会变失望 也更加会担心这个 但是不必担心啊 我刚才老是自己很会开导自己 我也会开导我自己 技术则不达 那么 反思赢年 反思赢年 就是虎年 迎向兔年 那么我想到的一句 冷语是 我欲人 私人 致以 就是我想成佛 做主 太幸运了 本来是不够格的 结果 能有碰到净土法门 能念这句佛号 深信 切愿 主要在于 性字 我们读论语也是 在一个性字 如果我们能把论语用出来 这叫做个人吃饭 个人饱 就是我的论语 变成我的生活 我的思想 我的见解 这就跟论语同了 如果 我离论语很远 那么我读论语 就没有熏上 那要找 找原因 找方法 这个是要 这就是我欲人 私人质疑的一点 浅见 另外是 老师提出来 怎样圆满 家里的上下 我们家里 上有父母 下有 我们的后代 我们的孩子 那么我又想到 论语一句话 子贡 说的 以德 报德 何如 孔老夫子说 以直 何以报德 要以德 报德 以直 报怨 那么默学的理解是 以德 报德 是对上 以直 报怨 是对下 那么我昨天 昨天晚上 因为 刘思彤老师 他提到这一句 我在 5号 那么 以德 报德 按孔老夫子的 境界 他的平等 性质 本来是没有错的 那么 子贡 提出来这句话 那应该是在 教子贡 子贡 应该是做不到 以德 报德 我以前理解的是 我们没有德 然后 所以我们 何以报德 这个是 当时可能 不知道理解的 对不对 但今天就很明了 明了哈 如果我有错 海王老师 赶紧 基金指正 也就是 我今天理解的是 以德 报德 是对上 以直 报怨 是对下 因为我们 没有达到 那个平等 性质的 那个基础上 我们是做不到 以德 报德 这个境界不够 虽然我们 想的很好 想以德 报德 但境界不够 然后呢 老师提出来 以德 报德 以直 报怨 所以一个是 对上 对下 但是老师的 这个心应该是 平等 平等的心 这是平等 性质 是平等的心在 其实以直 报怨 就是以德 报德 以德 报德 就是以直 报怨 不知道我这样 理解 会不会 有问题 还请老师 批评 指正 那么 圆满 家里 最难的 就是 那颗不变的 菩提心 也就是不变的 那个爱心 比如说 见人恶 即内心 见人善 即思奇 也就是 见到家里人 有恶的地方的时候 其实是 自己的 心已经 偏颇了 自私自利的心 又出现了 但是自己可能 还 执着的点 是我为你好 我为孩子好 我为父母好 然后 那个 着急的心 已经出现了 贪真吃 都出来了 然后 自己 往往还不知道 还有跟家里人 的是一种 惯性 就是 以前可能 没有学之前 养成的一些习惯 在 有些地方 他可能会反复 然后 这个时候 要特别 小心自己 特别是 事情多 问题多 比如说过年 问题很多 事情很多 很忙的情况下 都是在考验 自己的 那颗心 那心念能不能定在 这个 善这一面 不被自己的 这个情绪 所左右 这都是对自己的 检验 所以说 圆满 可能是 谈不上 但是 改过 还是可以的 还有就是 有若无 时若虚 每次 默学就想 每次我定不住境界 这是为什么 突然想到 论语的一句话 叫 有若无 时若虚 就是我累了 这个 其实是一个 我很累 怎么这么难 像这些 其实是一个 执着点 是自己的 分别 执着 我很累 已经产生了 如果我们会 有若无 就是把我很累 去掉 累了就歇息 不要来个 我很累 累了 这个身体 他设身累了 我们知道 他也休息了 就可以了 怎么这么难 或者我 我不行 像这些 都是个人的 分别执着 在作祟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打掉呢 就是 时若虚 就是我做了很多 我做了很多家事 我付出了很多 这些人通通 不但没有理解 反而还 对我有误会 怎么办 时若虚 把它都 虚掉 就好像我没有做一样 放空 这个时候来劝解自己 可能会 转 转进 转得会快一点 当然每个人 应该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应该是不一样的 这个 展望未来 这个 就是要 把昨天的过错 从一点一滴 就是我讲个实例 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昨天发生的事情 就是 我们这有一个 就是大姐 她给我 给我家女儿 供养了几个月饼过来 因为她可能听说 我今年8月15 原起吗 要讲一下 我们这 因为一分 我忙 忙其他的事 没有买到月饼 然后就没有吃了月饼了 她可能听说了 然后我女儿去她那拜访 她 会得给了几个月饼 但是她说 可能已经过期了 是这种道理 然后我昨天 拿回来之后呢 我也吃了 然后晚上有点不舒服 但是我心里就 她怎么过期的 拿来了 但是我说 哎呀 我这一念 好像很不对啊 有想起 李北南老师 吃毒面条是为什么 佛陀为什么要吃毒蘑菇 是为什么 我说我吃为什么 我就这样了呢 然后我马上 二起念 我内有贪嗔痴 外面是 我自己感召的 而这个因缘也只是个祝缘 它只是个缘而已 内应该是我的贪嗔痴 这应该是我个人的问题 不是她的问题 也不是这个境界的问题 是我有问题了 我的心有问题了 我赶紧忏悔啊 我今天跟女儿就说了 我说下次 我说她给我们供养的这个月饼 她太好心了 能可能是那时候就想送来 我没有叫她来 因为有疫情嘛 她确实想送 我没叫她来 我说可能是那个时候 放到现在过期了 也说不定 我说真的是很惭愧啊 我跟我女儿交流 我说以后呢 过期的东西 最好是不要实用 我们供养过 我们跟她好东西一样 发真诚心 接受 然后供养 然后把它妥善的处理 这是最正确的做法 最好是不要实用 我跟我女儿是这么说 然后又想到 以前在卢江的 老师们的提醒啊 老师们不止一次的说过 李炳南老师 吃足面条的事情 这个老师听见了 因为在小餐厅嘛 服务大众 服务老师们的时候 老师们会谈这个 我在旁边有听到 然后记忆犹新啊 然后我今天又 又给女儿又联想到一个 我说为什么 不孝父母 忤逆父母会 会 天地栽杀报 我说看这个很多人 应该是不幸的 因为有很多人在 忤逆父母 在跟父母顶嘴啊 在父母骂呀 或者是不孝父母啊 为什么他还没有天 还没有栽他呢 也没有灭他呢 我今天跟女儿说 这个事就像你在存钱一样 你存到一定时候呢 你就有钱了 那么你的福报呢 在你顶嘴父母 忤逆父母 对父母 不知道感恩 种种种种这些 静缘 累加到一定程度 就感召 到了一定的节点 就感召 天地 灾杀报 我跟大家分享这个 那么现在老师说 这个因果教育 因果教育不是别人该学 是墨学该学 因为墨学在很多年前 发现最难的是性质 因为净土法门 最难的是性质 这个性质 主要是对父母的不信任造成的 我们真正的症结点 其实墨学真正体会到 是把父母的过错 放在心上太多 我们心太脏了 心太脏了 真的心太脏了 我们之所以活成这个样子 其实这个此方是极乐 极乐是此方 祖师大德已经告诉我们了 他是感受不同 为什么我们感受不到阳光 感受不到爱了 是因为我们的心太脏 怎么脏了 从母亲那儿开始脏了 我们把父母对我们的爱 我们想当然地受着 然后稍微有疏忽 或父母亲有一些缺点 或做错的这些过失 我们通通放在心上 然后我们从骨子里 对父母就产生了隔阂 不信任 种种的不信任 种种的隔阂 我到墨学很惭愧 因为我很愚钝 就是在炉江也没有学好 这个孝心也没有打开 是自认为自己打开了 但是没有打开 直到近几年 为什么我会生病 我说也是我自己造的 还是不孝吗 因为诸多不顺 只因不孝 我们信吗 我们没有信 我们如果信了 我们就会从这里 找自己的正解点 直到墨学突破 种种的 这些难了之后 然后产生出来 有一次 我看到我妈吃东西 我说 妈怎么可以这么弹心 我马上警觉 不是我妈弹心 是我的贪心起来了 我看我妈在 在好像自私自利在贪心 其实我当时 马上回想自己 应该是我的自私自利 在起作用 我妈没有过失 所以这些 是墨学 今天的这个心得报告 然后 这个我墨学 刚才观察到 我讲的一直抱怨 以德报德 并不清楚 老师快做不出 也希望老师能帮墨学 解答 因为我跟我女儿也 讨论过这一句 请老师帮墨学 及大众 解答 谢谢大众 感恩老师 谢谢所有付出的人 好 谢谢 张老师 听不见吗 听得到吗 可以 这声音好像 好 张老师 他也 用了很多 论语的经句 就我们要讨论的事 来探讨 来反思 首先提到 我遇人 诗人自已 那代表 圣狂之分 在一念之间 所以我们 想成为一个 仁德之人 我们一定做得到 因为 我们可以 用对我们的心 人就替人着想 所以师长 有指导我们 念念 为他人 着想 这是一个 很好的 对今年的 自我 期许 因为 师长 讲到 最严重的烦恼 是自私之力 我们既然要修身 做得到 不然 自己自我退缩 自己自我否定了 那就会往后退了 尤其呢 这个言回 是我们的一个榜样 言回有讲到 顺何人也 与与何人也 有为者 亦若是 那他刚刚还有叙述到 一段 就是将论语 变成 甚至就是 自己的生活 这是解形相应的 那 成德初学佛 老上就知道 要将无量寿经 变成人生的剧本 那我们在世间 五伦相处 论语有很多指导 我们都能落实 那论语 就是我们的生活了 就是我们的处事了 尤其我们一开始 就是讨论 五伦关系的 待会儿大家也可以 反思反思 这五伦关系 在去年 经营的如何 展望未来 在哪些部分 用功 有哪些部分 提升 那他刚刚 又把 论语当中的 一句话 他用在 跟家里人的相处 以此抱怨 以德报德 佛法也好 传统文化也好 都是指导我们 用真心 去面对 人事 境缘 那我们有这个 认知了 那其实每一句 经句 都是在指导我们 用对心 那以德报德 人家对我们 有恩德 古人指导我们 受人滴水 则恩 当永泉 相报 那以直 抱怨 那是面对 得罪我们的人 伤害我们的人 的情况 这个在 《论语讲要》当中 有举具体的例子 就是 今天有一个人犯罪了 那这个人呢 以前得罪过我 我在判他的案子的时候啊 我是秉公处理 我没有 公报 私仇 这个是以直 抱怨 所以 《论语讲要》当中 举的这些例子 都很具体 我们从这些句子 领会对了 再把它延伸开来 那当然 面对家庭 家人又没有犯罪 但是家人可能有犯错 是吧 你在家人犯错的时候啊 你没有犯旧账 哎呀 终于等到这个机会了 是吧 我感觉啊 人成长过程 有时候会遇到 这明明发生一件小事啊 我这个爸爸妈妈 怎么火气那么大 这个长辈怎么火气这么大 这个孩子都有点蒙掉了 这么一点事 怎么我爸发那么大火 那有可能是 急呀急呀 我要忍 我要忍忍忍 忍到刚好今天 出了点小状况啊 火山爆发 砰 这个就不是以直抱怨了 那从家庭的一个 一个圣教的 推展来讲啊 我们面对 长辈 是长辈的缘 平辈 是平辈的缘 晚辈 是晚辈的缘 哪怕是面对晚辈啊 它也不是固定的 就像刚刚一开始讲的 孩子五六岁 跟孩子十三四岁 一样吗 境界一样吗 法没有定法啊 都得从你的真心 去体恤对方的心 体恤因缘的状态 然后用真心去硬 我们都有遇过啊 孩子都一二十岁了 那父母在 讲他的时候啊 就跟对一个小朋友一样 那种口气口吻 一般的人说不了的 那等于是 他当父母的人 还是落在他以前的一个 态度上 并没有去考虑到 孩子已经是个成人了 你要顾及他的面子了 当然他以前也不见得对了 那这个也不是指责 人不学不知道 人不学不知意 当父母 他又没有去上过课 怎么当爸爸 怎么当妈妈 所以不是他不对 还是我不对 我没有喂诸树类 做不请之友 所以对上啊 是感化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父母 一把屎一把尿 拉扯大的 你跟他老人家讲话的 那个态度有点 像你在教学生一样 他怎么说得了 所以对上要感化 少讲 多做 讲的时候还要 一无射 柔无身 你看论语里面 是父母 积贱 要互念父母 父母有一点错误的征兆 你就要提醒了 提醒了他不能接受 见智不从 又静不为 父母 不能马上接受我们的提醒 还是恭敬 不能违逆 劳而无怨 提醒了好几次 虽然很辛苦 没有任何埋怨 纯是为父母好的心 箭不入月父箭 其实人最可贵的 就是在任何情况 都能保持自己的孝心 保持自己的真心 人最可贵的就是 忘失的真心 忘失真心 就轮回心 造轮回业了 那就辜负了自己的佛性了 自爱的人 爱自己的真心 佛性 不违背 真心佛性 对贫辈 要劝的话 夫妻是贫辈 互相归劝 你当太太 不要对先生是教化 我好好教化教化她 她也受不了 对晚辈是教化 可是当她的年龄 已经半大不小 她已经觉得她是大人了 你就横顺众生 是吧 我们自己都初中高中 经历过吧 那个年龄 都很希望 坐上大人的那个桌子 是吧 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吗 应该感同身受 那个年龄的心情 好 那刚刚 这个 这个海燕 她有提到 这个 见人恶 及内省 我们见人恶及内省 我们有烦恼出现 这个应该不是自私自利 这个比较偏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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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人过 见人过 比较容易高下见 起慢心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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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由 海燕的例子 就是我感觉 她也比较喜欢 给自己打一些梦棍 一前掏起来 什么 大臣经论 全部往她身上 扑过来了 可能会敲得自己 有点 头昏脑脏 反省也要 到位 也要准确 不要一堆 罪名上来 我包含她刚刚提到了 她说她看到她妈妈在 这东西可能有点 贪 想吃 她说这个 这个不是妈妈的贪心 是我的贪心 你这么去给大众讲 这个大众会有点听不懂 所以你们学传统话了 这个逻辑我有点头晕 你可以这么开解 我看到妈妈 她吃多了 我起了烦恼 是我有要求妈妈的心 你不要说我贪心了 一般人听起来贪什么 我们从事教学工作 要有一个敏感度 讲的话 要能体会到对方 听的感受 听不听的懂 这是教学者 应该有的敏感度 所以这个 好像这个建过 本身 其实也是有贪在 贪求 你用自私之力 有时候人家不一定 马上能理解 我们贪求对方 要 行道 这个 王善人 他有提到我们两个 在家庭当中 甚至处事当中 特别容易起来的心念 就是要道 要道 要情 要道呢 就是要对方 行道 你怎么可以贪心 你都学佛那么久了 你怎么可以发脾气呢 火烧光德灵啊 这个都有 要道了 他刚刚叙述的一些情境 感觉啊 真的是感觉 在 处事的时候啊 特别容易起这个心念 再来是要情 要人情了 就像他刚刚说的 哎呀 我很累啊 我付出那么多了 怎么大家都没有一点 freeback 没有一点反馈呢 没有一点肯定呢 那这个就有要情的部分 当然要情啊 很正常 人之常情 但是毕竟我们是 发愿要了脱啊 生死 要去佛国啊 心进佛土境 亲近心啊 才能到佛国度去了 亲近心啊 要往了凡事须 讲的三轮体空啊 去努力 内不见己 外不见人 终不见所思之物 所以你付出啊 都没有留在心上 这样心才会清净 我自己成长的过程 我的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爸爸妈妈 我没听他们 给我要过一句请 没有说 我对你很好了 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我没有听过 真的没有听过 但是很微妙 很微妙啊 他们对我们的爱 是无求的 感得什么 感得我们很想回报他们 当我们的付出 是有求的时候 事实上 无形会让家人 有压力 这个人 心跟心啊 是会交感的 所以一切事啊 不离因果 我们现在 希望家里的人 理解自己啊 我们首先去理解 家里的人 重阴就能得果了 我们在那里付出了 就希望肯定啊 希望别人理解 这个可以再调整一下 重理解别人的因 得别人理解的果 而且啊 我们要更依 策法原底的道理啊 这个叫中述之道 言以律起 宽以待人 最彻底的 三十七年有说了 诸苦皆从 贪欲起 为什么我们会生烦恼 因为我们有求 求不到 我们烦恼就起来了 我无求了 就不会有求不得的痛苦了 就像刚刚 海燕说 不知道成德 还是会不会失望 失望是因为有求 哦 那 我做得不好啊 但是以释迦摩尼佛 为榜样 释迦摩尼佛 第八千次来教我 我还在这里轮回 所以呢 我在教学生的时候 还没八千次 所以我不会失望 得比于上则 得比于上则 那你 你呢 很愿意去领悟道理 这个挺难得 但 这个呢 在经文当中 首先先掌握经文的 注解 再进一步延伸 这个 这个 供您参考 因为有若无 时若虚啊 它最重要要展现的 就是谦虚的态度 这是它 本来的意思 大家看 整句经文 这个 以能问于不能 抱歉啊 我刚刚没想起来 但是我没紧张 我赶快 定定心 以能问于不能 以多问于寡 有若无 时若虚 犯而不教 习者无有 常从事于私矣 这个是真子 观察他的同学 颜值 他处事 尤其是他很谦卑 他很有学问 他能够去问 不此下问 向别人讲教 好 所以您刚刚在 叙述的那一段 应该是属于 你做的事啊 你有放在心上 你的付出 你有放在心上 当然你说 有若无 这个也没有错 但是他本来的经文的意思 还是要 假如是在教学的时候 还是要先以本来的意思为出发 你不能一下子就 把他延伸出去 这个可能也是我的错 因为我有点天马行空 所以 可能产生一些流弊 好 再来呢 这个李秉兰老师 吃毒面条 那是因为他是中医 他很高明的中医 他想说他回去可以解读 可是后来 有点 晚了 我们不是中医 拜托一下 所以 刚刚海燕这一段 讲给没学佛的人听 可能说这学佛的人老是有点问题了 所以 就我们处事 还是要能体恤到人家世间人的 想法 感受 不要做的事 说的话呢 让他们都蒙掉了 所以他刚刚也总结了 还是不要吃过期的东西 可以供养其他 吃的不会绕肚子的众生 他们吃跟我们吃 平等平等 这也没有关系 好 再来 这个 刚刚讲到 不孝父母遭天地栽杀报 可以跟孩子提 但不要提太多 感觉这个孝道 亲师配合来教 挺好的 当然 假如真的是父母教孩子 最好是 丈夫教孩子 孝顺妈妈 妻子教孩子 孝顺丈夫 这样会 感觉上比较顺一点 这个老二三在讲经的时候 当爸妈的孩子 你要孝顺我 讲不出口 当然上了年纪 一指而交 还是蛮重要的 一指而交 好 不好意思 还是有点啰嗦 以此回馈 阿弥陀佛 我们接下来 这位老师 您的 是把老和尚最重要的四个教会 都放在心上 有请陈静谦 阿弥陀佛 感恩 承德法师 尊敬的 承德法师 以及尊敬的 诸位 老师 大家尚无好 阿弥陀佛 非常感恩 那个承德法师 一直以来的 这个慈悲互念 还有咱们 所有义工老师的 付出 然后 自己也非常的幸运 今年能够跟着我们这样的一个团队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契机 跟大家一起修学 然后也觉得非常的受益 但是也自身感到非常的惭愧 刚好呢 法师给了这样的一个契机 可以去反思虎眠 展望兔眠 然后呢 后学呢 就简单的分享一下 自己呢 列了几条不足啊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熬夜的问题 我要戒掉自己熬夜 然后不透支身体 然后还有不看短视频 我给自己呢 定了一个目标 这两天呢 就在做 而且呢 做的还可以 就是我先给自己做 定的是什么目标的 就是每次看短视频 因为我想到 有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跟大众啊 或者是跟学生互动啊 有一些 或者利益家长的视频 通过这种方式分享 还是要看 那怎么办呢 为了克制自己 就是即使看呢 也不过三 什么意思呢 就一次呢 不超过三个 然后呢 每日不超过三次 然后呢 我就真的是在这样做 然后我感觉 当我定了这个目标 然后自己做到的时候 内心还是挺开心的 然后接下来呢 也是会 顶持这样的一个目标 继续去做 能不看的情况下呢 尽量不去看 看呢 也不是为自己看 就是为大家去看 大家去分享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自己这个非常惭愧啊 这个定课就坚持的不好 无论是念佛 拜佛 诵经 哪怕是学习传统文化 读弟子规 都没有 就一直坚持 坐下来的时候 所以呢 就是想给自己 定一个目标 就是 我哪怕就坚持 做早课 就是不管是什么 定课 就是每天 一定要坚持 不管量 跟多少 问我叫什么名字 那个学生的名字 叫鱼龙云 就是 这个是学生的名字 阿弥陀佛 下次呢 我改成自己真实姓名 还有就是 关于这个父母 还有第三个目标 是什么呢 就是 父母呼应勿缓 父母命行勿懒 自己在虎年 以及就是兔年之初呢 经历了一些事情 最深刻的感受 真的就是 百善孝为先 就是当我们去 按照父母说的 去做的时候 无形当中 就规避了 很多的麻烦 然后自己不听话呢 非要硬着头皮 去试一试 然后才发现 原来撞难强了 才知道回头 还有就是 事项当中 比如说 父母去 让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真的要去 努力的去做到 然后 这个是 首先从自己的父母开始 因为后学 现在刚刚跟父母 住在一起 过段时间 父母就不陪自己住了 就珍惜这个机会 然后从自己的父母开始呢 推而广之 就是像法师说的 努力的去对峙 自私自利的习气 然后念念 为他人着想 我也给自己 定了一个目标 我就是说 半年啊 就把这句话 就像天脑门上一样 就是对一切静缘呢 都努力的去做这句话 然后努力的去落实 中树之道 在工作中 尤其是刚刚那个 法师去讲到 用真心去面对 一切这个人事静缘嘛 自己呢 也要努力的去做到 尤其是因为 自己的工作呢 是教学 那会面临这个学生 然后我觉得对自己 比较受用的就是 得比于上 则知之啊 就像成德法师 总是自我宽慰 我也要向成德法师学习 就是释迦牟尼佛 这往返八千次 我不知道八千次 也不要生烦恼 中树之道嘛 这个要去做 然后就是 还有自己曾经在工作 以及生活当中的问题 就是 这个敦伦进份 做得不是很好 有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任性 自己想做什么呢 就会去做什么 然后导致该 什么时间 应该做这个事情 没有去做 所以 今年的目标 就是一定要 抓住主要矛盾 在正确的时间呢 去做正确的事 不要随着这个性子去走 这个是要努力改正的一点 然后 还有就是 自身有一个 就是可能自己这个 依赖心理比较强啊 所以要怎么办呢 我就要养成全心全意 依赖自己的一个习惯 希望自己呢 能够变得自立自强 就是跟着咱们这个团队的 这个法员 就是有大经共修呢 就去送经 有这个 有什么样的姻缘 就给自己定下目标 然后就努力的去跟上 然后去做到 然后 再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我有的时候 听法不够恭敬呀 这个特别的惭愧 所以有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法医呀 以及经典啊 没有妥善的保管呀 等等存在一些 听法不恭敬的问题 这个我一定要去改正 就比如说有的时候 老师讲课是六点开始 然后自己呢 可能第一呢会迟到 第二个呢 就是也没有 就是说公公敬正的 整理好自己 就是我觉得应该 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来听课呢 就一定是这个衣冠要整洁 然后端坐在那里 然后认认真真的去听好 准备好笔根本 如果要是 没有笔根本用心去 就是准备好随时备用嘛 就是这样我觉得才是 首先你态度要到 你有恭敬心呢 然后你才能够去受益 然后这个是自己 必须必须要改正的一个问题 一定要珍惜缘分 然后 还有就是自己啊 就是最近呢 还因为可能 还是有没跟上的地方哈 所以呢 也跟同兄们去探讨 有一个问题 不是特别的明白 还请法师呢 慈悲开示 就是谈到了这个 扎根念佛 还有就是读送无量受精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的问题 就学生一直觉得呢 这个就像老法师说的是一样的 三个根呢 永远都是基础跟地基 这个没有三个根 然后想去成就是很难的 所以扎根一定要扎 但是有的同兄呢 却跟我去交流说 你看这个三恶到众生 他也没扎三个根呢 怎么人家就 那个念佛也就去了呢 就是让我说 他告诉我说 这个信愿才是根本 让我就强化信愿就行了 然后我自身的反思是什么呢 这个信愿从哪里来呢 我自己想的是 第一个就是明理 第二个呢 就是可能 虽然三恶到众生 他这个 他可能是福德因缘 他成熟了 他只不过是在那个道 他显的那个像 而那既然说到福德因缘的情况下 那就离不开静夜三福呀 那静夜三福就是人天福报 他都是一一 这个逐步往上去 累积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去扎根 然后 有了这个地基呢 然后慢慢的再去 在生活当中 然后才能够就是真正的信愿足吧 就是他不是矛盾的 然后还有就是 有的师兄跟我交流的是什么 他说就是像那个一辈子杀生 最后临终往生 然后忏悔得到 然后升到西方的这种 他那个一念心呢 是一念相应一念 就是他虽然不是这么说 但我是这么理解的 然后他说他在那个当下 他就扎根了 我也不知道这样的理解 是啥意思 就是不是很清晰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我能理解一点 我就觉得那个当下 他是就是因缘成熟了 他那个当下呢 他就是回归本心了 得到佛力加持了 所以心愿具足了 然后他就往上西方极乐世界了 就是以上是墨学的一个疑问 然后至于展望兔年呢 就像刚才说的一样 给自己呢定了这些目标 然后呢就希望自己在新的一年里 真的能够就是好好的去落实地子规 因为我还是觉得要扎根 然后能做多少做多少 我不敢说 我自己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三年扎根 就是把弟子规 108件事都去做到 我今年我先努力的一条一条 先从父母乎硬物缓 父母命行物懒 这一条呢先努力的去做 然后每天呢 定课就是必须要读送一遍弟子规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还是最后一个问题 也想想承德法师开示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扎根 到底应该怎么去扎的问题 怎么才能真正的把这个弟子规呢 好像有点断了 听得到吗 余老师 刚刚刚好断了 你刚好好像要问一个问题 你再说明一下 听到吗 你那边现在好像没有声音 你有说话吗 他那边可能不稳定 好 没关系我们先就他刚刚分享的做一些回馈 或者问题做一些回应 待会儿他那边有声音的我们可以再来 感觉这个余老师 他属于实干家 所以他提出很多他今年具体要做的事情 这个态度是可贵的 这个态度是可贵的 佛法重行 所以利宾老师说 要在行解相应 把落实 看得很重 他有提到不要熬夜 那有定课 我们的健康也好 我们的健康也好 学业 道业也好 有恒为成功之本 而且一开始可能有点困难 时而免讲 中则太然 可以变成习惯 养成习惯 那当然 假如说 比方说你定一万 今天刚好确实有一些四 才念到六千 结果都已经十一点多了 后来你就要补完这四千 最后十二点半 更晚了 然后你家里的人说 哎呀 你搞什么 一个人处在家庭当中 不要如露无人之境 要敏锐一点 会不会让身边的人生烦恼 所以你可以什么 最重要不自欺 我不能懈怠 我明天后天要把这个补回来 这个是活的 大家不自欺的原则 去落实 养成习惯 第三呢 他说要落实 父母乎应勿反 父母命行勿反 人的福气 在接受父母的劝 接受老师的劝 接受爱护你的人的劝 这个人是有福的 会少走很多弯路 当然接受劝也不能坐在表面上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所以论语有指导案 法育之言 能无重乎 改之为贵 人家义正此言 爱护我们 护恋我们 谢谢 谢谢你的提醒 接下来要真的去改 从而不改 你说谢谢 谢谢 可是没有改 人家一看 这都表面功夫应付我的 也没有真的去改 人家下次就不讲了 所以不是表面顺从而已 要发自内心 感谢珍惜人家的提醒 去改过 第四呢 他有提到 他要落实忠树 忠庸说的 忠树为道不远 道就是真心 常存忠树 这个跟真心相应 尤其他刚刚提到的说 他也是老师 他说 释迦牟尼佛八千次 那他这个是忠 得比于上之词 言以律己 他不去要求学生 他先要求他自己 言以律己 向释迦牟尼佛 看齐 再来呢 他刚刚用了一个词 叫抓住主要矛盾 这个比较是大陆用语 我的理解 就是你在处理事 轻重缓急 要把它抓 抓清楚 这样可能呢 你的时间 比较不会乱掉 好 再来有提到 他说他有依赖别人的习惯 所以不要依赖别人 这是对质习气 他说我要依赖自己 可以换个词 我要能够自立自强 能够勇于承担 或者懂得自我思考 自我判断 不要依赖别人 一般依赖 好像没有 比较少用在依赖自己 假如你觉得有点吹毛求疵 多包涵 好 再来 他听经 他有考虑到 自己要有恭敬的态度 这个应主教导 一分沉静得一分利 十分沉静得十分利 像陈德 看到 他搭着慢衣 不知道是受了五戒 还是菩萨戒 我一看他 他的威仪 我就肃然起敬 所以佛要精装 人要衣装 还是有道理的 而且我们的穿着 也会影响我们的态度 我们穿得很端庄 恭敬 我们自己本身 态度就会更恭敬 再来 有提到 扎根念佛读经 结果有同修跟他说 人家那三恶道的 往生极乐世界又没有扎根 这个朋友在分析这个事情 他要冷静一点 我请问大家 三恶道往生极乐世界的多不多 不是很多 可是你拿这个例子来 这个要慎重 给别人建议 最好 还是不要离开老和尚的教导 离经一致便是魔说 自己不要轻易在那里 分析 首先有一个理智 要让自己的言语不要有过失 首先要养成一个习惯 非先王之法福不敢服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 非先王之德性不敢行 事故非法不言 非道不行 口无则言 身无则行 言满天下无可过 行满天下无怨恶 我们其实在上论语以前 跟大家有交流到了 随顺圣贤佛菩萨教会 不随顺自己烦恼习气 你有三年五年 你的思维都是依照经典在正思维 你就习惯了 你讲话不兴至于要在正论 养成习惯 而且老和尚是特别强调扎根 我记得老人家那时候94岁了 有人问他 老和尚扎根到底要扎多久 就问了这个问题 老和尚回答道 我到现在还在扎根呢 其实老和尚从他的问题 就看到他的心态 而且我们首先要自知 我们不是从小 从胎教开始学的 我们还没有学传统文化以前 已经有很多染污了 根基不老了 所以老人家是关我们的基 希望我们这一生能成就 不要错失了这个无量节来 稀有难逢之一日 所以应我们的基 直到我们要先扎根 你不扎根 每天还轮回星 造轮回夜 随缘消救夜 不再造星阳 你怎么做到呢 而且我们从 阿弥陀经 善男子善女人 是吧 善的标准在哪 又不是谁说了算 我们依佛经 静夜善福 你看韦提西夫人 她要求生净土 佛还是告诉她 要先扎静夜善福 先修静夜善福 尤其第一福 仁天福 做到了才是 善男子善女人 所以老和尚指导我们 她都是有经典依据的 她束而不住 幸而好顾 我们不能随便去想 还给别人建议 这个要慎重 而且她善恶到能够往生 那是因为她夜报静了 她过去生的善根垢 你说出生到一听念佛 她就接受 也不多啊 不可少善根福的姻缘 得生彼国 就像我们纵使在人道 也是以臣供养诸如来 则能欢喜幸此事 有举到这个张善和的例子 张善和的例子 她说当下扎根了 我感觉这个说法 有点牵强 有点牵强 那你说张善和那时候扎根了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临终的时候 三根都扎了 每一个故事 她的姻缘 你都要去体会客观一点 张善和这个姻缘 她在展现什么 她在展现 一个人临终才闻到佛法 她要具备哪些条件 第一个不迷糊 你看我们现在十个人 临终几个人 清清楚楚 第二个 还要遇到善缘 来指点她念佛 介绍这个法门 第二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 还要她接受了 她肯念了 这三个条件 我不知道 这个净土圣贤录里面 有没有介绍一下张善和的 她这个人的背景 我相信 她应该是一个善良的人 她只是没有遇到佛法的缘 她 虽然杀了一辈子的牛 是没有人告诉她杀身 是不好的 她可能也很孝顺她的父母 她只是 这个行业不好 她应该也是一个善良的人 才对 所以这个是 就事论事 客观地来谈 彰显每一个故事的重点 不能说她当下扎根了 这个 还是要斟走 好 好 那你说到你要扎三根 你还地址归都每天读一遍 这个很好 虚文成种 读书的在境界当中容易提起来 那很重要的 在扎三根的过程 学一句做一句 只想着怎么做到 不要气馁做不到 用这个态度去落实 其实这个态度 你学一句做一句 能落实的 落实的五句八句 你就很容易 慢慢慢慢就出了旁通了 这每一句经句 都是教我们用真心 都是教我们中树之道 它就慢慢慢慢 因为你落实个五句八句的时候 你自己的心也已经提升了 其他的就慢慢就出了旁通了 后来你还要问一个问题 你看 看是不是你再发问一下 你麦克 可以了 对 要先举手才能打开麦克 我的问题就是关于 就是具体应该如何扎根 然后还有就是 学生受的是这个菩萨戒 然后就是不知道在生活当中 怎么样具体的去持守 受了戒以后呢 也没有说特别深入的去学习 就是因为时间也比较忙 但是大致的知道 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实摘日 也有这个菩萨戒本 我受的是始重48清 也就说不清楚 反正就是48的那个 然后呢也有戒本 但读得不熟 我就在想怎么能圆满地 把这个戒形落实到这个生活当中 然后还有就是 又要扎根 然后又要落实这个戒法 应该哪个先哪个后 或者怎么给它圆融地处理 怎么处理一下 感恩法师阿弥陀佛 这个扎根跟持戒应该是同时的 对 尤其你看 孝明为戒 你看这个 凡王菩萨戒本里面都有这些句子 那你说扎孝根跟持菩萨戒也不是两件事呢 你持戒最重要的诸恶末座嘛 你能把孝亲尊师提起来 你就不会去犯那些错了 因为怕得有伤已清修嘛 得有伤已死掌修了嘛 好 那当然你受了戒就要去持戒 怎么持你要多读 一个月两次读这个戒本 还有主师都有留下来 菩萨戒的这些注解 有空你要多看 知道怎么持得更深更广 好 好 谢谢余老师 我们最后请王秀平女士 尊敬的成德法师 特别感谢您 应该是就是这个缘分吧 就是昨天的时候就特别想那个 加入您的那个汉城班 然后就是昨天晚上也是跟朋友讲了这个事情 朋友说 哎那你就加那个老师的微信吧 然后老师会给你发 就是把你拉到那个圈里看行不行 哎呀今天真的 就就特别感谢您 就肯定就就脸上卖了 然后那我就简单的说一下 我今天就是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听您的课呢 也特别的受用 然后第一个问题呢 已经解决了 刚才听您讲的时候就解决了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家那个有两个小孩 然后第一个老大呢 就是13岁了 上初一了 然后呢他也一直在去读论语 然后他现在呢 就是只停留在这个 就是读 每天早晨去疼读 然后就是不盯着吧 不提醒的时候 他就不读 然后就想问问你怎么去开 就是如何去引导他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家老二那个六岁 然后他那个在读弟子规 也是成读 我们早晨的时候都一起 然后那个读弟子规 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 如果去引导他 现在我们只停留在读的一个阶段 然后就请那个程德法师 给开导一下也是 开启一下 谢谢 好 谢谢王女士 这个无诵之外呢 能够啊 在生活当中 有相应的一些情境 可以把论语啊 地子规这些经句 结合起来 让孩子感觉 哇 这些经典的教育 就是我的生活 工作 主事带人接物 当然你们夫妻 透过身教 成读 来带动孩子 这个很好 也可以带动孩子 多听经 深入经账 为这个证法无人说 虽至莫能解 亲经一些 对这些经文呢 比较有下功夫的老师 直见也很正确的 那像你的孩子 十三岁啊 他也理解力 已经起来了 这个可以多给他开解了 你看我们今天 反省 展望未来 大家用了很多论语啊 对 对 你看 无日三省无身 每一天要这么反省 每一年要这么反省啊 好 对 那现在 你可以再问 群组的老师 我们现在都有一些 线上的平台 六岁啊 十三岁 都有 这个 课程 可以让孩子 在线上 一起来 参加 好的 好 还不知道这样 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回答了 然后就是 有时候 包括我自己在学习的时候 感觉这个经典 跟生活是分开的 是两拿着 就是有时候是用不上 包括 就是我们在跟老 就是老大在沟通的时候 因为他现在确实 就是 不像那个小学那样 爱听我说话 然后就有自己的这个思想 自己的这个 就是这个想法了 后来跟他沟通的时候 然后他就说 哎呀 我不知道这个作文 怎么去去写 我说你看 你读 天天在读论语 那么好的句子 你就用上 他说 我觉得我用不上 然后这个 跟我学习这个 就是了 了凡异语 也是 学是学 感觉跟那个 就生活中 用不上 就是分开的 没有把它融入到一体 这也是一个困惑的一个地方 你刚刚说了凡视讯吗 对对对 我是在学了凡视讯 然后那个 你有听了凡视讯的开解吗 我在听您的开解 那是我不对的 在听 那个老和尚啊 我们看他老人家教导我们 要落实在生活工作 处事 待人 接物 这是一个 修学的习惯 因为落实在生活工作 处事 待人 接物 就是行 我们理解这个道理 叫解 要解行 相应 那你比方 老和尚说 礼敬诸佛 普贤行 礼敬诸佛 老和尚会讲 什么是诸佛啊 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 所以 诸以板凳 我们要爱惜他 这就是对他的礼敬 我们受人之托 忠人之士 这对士的礼敬 我们对人 他的身份地位 不管他高低 我们都是一样礼敬 这个就是具体的落实 你甚至可以养成一个习惯 我今天 我要做这件事 那我所学过的经典 跟这些事相关的 我可以拿起来运用 你会慢慢变成一种习惯 就好像说 比方说我们团体 列一个公约 因为大家生活在一起嘛 其中一个厨房的东西 拿了之后 要归回原位 然后后面写着 至关服务有定位 你都有经典的指导 这样慢慢慢慢 你就会习惯 做人做事 我都是随顺经典 不是随顺经典的习惯 不是随顺度我的习惯 不是随顺我的习惯 对 好 这个很正常 有一个过程 慢慢这个解键就越来越相逌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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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满特货 特别感谢 今天到了